您是我们的救助 您是我们的真理 您是我们的道士 您是我们的光明 以佛教教的名义来 就是帮助众生 对所有的众生 对人类对于一种感染机器 人类最害怕的 最痛苦的这些事情 我们都会面对这种勇气和浪运 应该就是拥抱这个世界 文化这个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的内容也与佛法有关 也与世间法有关 我就随便享受一个题目 我们爱心弘弦给社会 简单地围绕这么一个话题 就随便说一些话 那么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在座的95%以上的人都是佛教徒 作为一个佛教徒一定会想一定会考虑 我们的佛教在这个世间当中 如何生存 如何护持 将来怎样发展 但这方面我觉得有高瞻援助 目光眼大的人一定会要考虑 要考虑的时候 我经常都在想 我们的佛教在整个人间生存下来必须要考虑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修行人自身的内政 就是对佛教一定要有了解 有修行 有感悟 证悟 如果这一点没有的话 所谓的佛法完全成了世间法 世间的一些分别念 那不行的 所以佛教有教法和正法 所谓的教法就是三藏十二部论典 以及高僧大德的这些著作 所谓的正法在我们内心当中 对佛教的慈悲观 智慧观 以及无恶的空性 这方面有所认识 有所开悟 那么教法和正法 如果我们自身没有保护 没有维护 那在世间当中佛法生存下来 也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这一点 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经常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也是几乎围绕这个核心 而展开说明 在座的很多各位 应该通过不同的透镜 通过光铁 通过互联网或者一些书本来应该了解 很多善知识们 也是对这个比较重视 这个问题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第二个因素 我们的佛法 生存在这个世间当中 就像六祖慧伦大师所说的那样 佛法不离世间法 也就是说对社会的关系 对整个社会 不能离开的 要它生存下来 一定要我们世间当中的人类 人类要认可 要对它有认同 如果你没有这样 人们都认为它是一种小极的 也是一种成就的 也是一种逃避的 这样的一种学术或者修行 那么我们在人们的演目当中 相当于演后戏般的不可能有发展的前途 就像世间的一个企业家 他会考虑 我的企业在这个世间当中要办下去 如何发展 如何生存 最后将来的结局 后果到底是怎么样 他会考虑的 同样的道理 我觉得佛教也是与因素不离开的 那这样一来 我们作为佛教徒 应该对社会的各界认识 一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交往 另一方面 对世间的人们一定要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密切的关系 我们也不可能对世间当中的每一个人 去搞各种联络 搞各种关系 这一点是不现实的 但是有一点 就像世间当中有些人所做的 应该从佛教的慈悲观 爱心观来出发 应该拥抱这个世界 维护这个世界 怎么做呢 就具体地来讲 我想现在世间当中 很多很多慈善的教育 帮助一些古怪老人 或者一些山村的学校 这些都是从一个角度来讲 这就是现在世间法的一种做法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出发 应该说这是对佛教的理念 对佛教的慈悲心 分不开的 我们佛教徒不能整天都是口口声声说 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愿一切众生早日成就 说得非常的漂亮 好听 但实际当中真正遇到一些可怜的人类的时候 就没有关心他们 没有帮助他们 那么实际上成了一种口头禅 所以说我始终都是在认为 现在我们佛教徒 应该想尽一切办法 依靠自身的能力 和自身的发心 要帮助世间当中的人们 在几年以前的时候 依靠上师如意宝的 加持和慈悲关心下 我们在劝贵各地 要求大家放生 后来这个效果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应该知道 现在不管是到哪一个城市里面去 各大城市当中 举行放生活动是越来越多 而且很多的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的 这些嘎顺达等能力 也是非常重视 但这一点 大家也知道生命的价值胜过一切 如果我们救护一个众生的生命 那的的确确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我们也不断地继续再接再厉 继续努力 这一点是不能放下的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所有的佛教徒 大家共同发心 要应该对社会 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确实现在非常可怜的一些人类 他们非常关心的 非常着急的有些事情 在我们佛教徒面前并没有特别的重视 所以我在想 我们以后应该 并不是口头上所说的 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个会场当中 有这么多佛教徒 如果佛教徒每一个人做一些事情 那么会帮助很多很多人 我认为现在很多的佛教徒 在这方面的观念培养得不太很好 很多人自我的修行 我马上要获得成就 我获得一种神通 境界 或者我的胜利顺利 我的修行成功等等 全部围绕自己而展开话题 这样我们很多的佛教 逐渐逐渐在世间人们的淹没当中 很有可能会消失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世间人们非常关心的有些事情 我们这个佛教徒 并没有关心他们 这样他们都觉得说 所谓的佛教 要么出家人在寺院当中念经 就是自己缠缠的一种事情 要么我们放一点神 或者说供养一些上师 上师们也是广修一些寺院的建筑 然后在僧众当中 做个讲经说法 除了这个以外 真正目前很多可怜 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们无不关心 这样我认为 逐渐逐渐在佛教 在人们的心里会淡化的 如果这样下来 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 所谓的佛教 在世间当中要弘扬起来 开展起来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想从现在开始 我们以佛教徒的名义来 大家帮助一些可怜的人 帮助可怜这些人的方法 我觉得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说 我们有些人到医院里面去了 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 看见真的有些人 没有钱治病 非常可怜的 这种病人经常看得到 那么有了这样的话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但如果根本上问题解决不了 暂时它基本有治疗的条件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附近的有几个居士 或者佛教徒 大家结合起来 帮助别人 或者我们身边的有些人死了 别人信佛教也好 不信佛教也好 别人最痛苦的时候 最伤心的时候 我们对他进行帮助 帮助也不一定是非要用物资上 或者用钱财上帮助 哪怕人最困难的时候 哪怕一份对他的微笑 或者说一句安慰的话 也对他来讲是非常 永远也是 不会忘记的一件大事 所以我就有这种看法 我们包括自己在里面 以前虽然说是 学习大乘佛法 我们要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说的话都是非常好听 天下无边的 可是我们真正身边 发生的很多事情 我们都没有特别关心 这样以后大家 我自己也是这样想 以后不知道在这个世间当中 能活多长时间 应该作为一个佛教徒的名义来讲 一方面天下无边的 所有的这些 包括自己能放生 能做一点 对旁生方面 也做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人类的话 我们身边的一些教育 慈善等等 这方面做很多的事情 当然如果我们有条件 有能力 做的事情非常大 也可以的 现在整个世界上 也有很多的慈善家 也有很多的富翁 他们都是 将自己所有的家产 财产卷给社会 为慈善教育事业 为社会做了非常大的事情 实际上这种精神 真的是非常可教的 那么中国应该来说 我们的思想交友的可能不够 这种理念不是很高的 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有些评论家这样说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都是参与慈善的活动 而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 不参与 认为所谓的慈善是 这些富翁 慈善家的一种事情 一般的平民百姓和一般的佛教徒 根本不想这些事情 但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是不太合理的 以后我们作为佛教徒 应该以佛教徒的名义来帮助众生 实际上你没有条件 帮助的方法是有的 我前一段时间看见有一个文章 里面是一个山西 叫做赵金华 有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他养了六个骨儿吧 大概是 自己也是非常的贫穷 一般是捡垃圾 每天赚十几块钱 然后全部是买一些馒头 他一家都是这样养着 后来这些孩子们 也是从小都是有这样的慈悲观吧 他长大以后 有一次他们的老师生病了 然后他们回来 叫父亲给他们钱 给五毛钱 他说 我们家本来都是那么穷啊 我现在五毛钱给你们 那我怎么养你们 后来他也觉得这几个孩子 非常可怜的 然后又捐给他们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十几块钱 六七个人一天要生活的话 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世间当中 真的有时候有这样可怜的人 我希望我们的佛教徒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把自己所有的工作 钱财全部放下来帮助别人 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但是我们身边的 有些可怜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来讲是 大家也应该去帮助 有时候去了这些地方以后 我觉得是真的很感人的 前一段时间 杭州有些发心的佛教徒 他们都专门组织一个考察队 到西藏那边去看了一些孤儿 看了一些失去读书机会的儿童 亲自到他们家里去采访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别人一辈子的 也可以说是一年当中的 这种生活的钱财 我们这里大城市里面 可能有些人 光是化妆 或者染头发 或者做一些住宾馆等等 应该说就这样化下去 很多人看了之后 大家都觉得 啊 这种钱财帮助一些可怜人 那真是多好 很多人从此之后 心里有着非常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一直住在闻声 闻声内的话 禁不起外面的风雨 因此我们自己如果遇到这样困难和痛苦的时候 恐怕是真的非常的难受 我们用自他交换的方式 以自己坐在别人的位置 别人坐在自己的位置 通过这种方式来修行大乘菩提心 我觉得应该对自己的修行 是非常有所帮助的 以前我自己个人来讲 主要是以出家人为主 给他们讲经说法 后来觉得光是我们所谓的佛法 就是在出家人面前讲 跟在家人不讲是不行的 在家人同样的有佛心 同样的有信心 后来我们也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个佛法推广到在家人 但是推广到在家人的话 所有的在家人到一些佛学院 到一些寂静的地方的集会也没有 然后通过我们法本 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让大家学习 现在应该说很多地方的效果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现在我自己也是发心 以后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 我们的佛教不仅仅在口头上说 在经文里面念诵 实际行动当中 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别人赞叹我不重要 别人诽谤我不重要 这个是别人的事情 对我来讲是无利无害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真正地能帮助到一些别人 真正能揭晓别人的痛苦 这就是最关键的事情 有些不敢出头露面 有些好像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我这样做会不会别人说啊 会不会赞叹啊 会不会说啊 我觉得赞叹是别人的事情 不赞叹也是别人的事情 这个不是很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身边的这些 如果动物造到杂杀痛苦的时候 我们尽量用花钱来买 人造到死刑的时候 我们救能不能救呢 不好说 现在各个国家的法律也是 人真的判断死刑的时候 以我们的能力来救回来 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还有一些病人 老人 一些儿童 以及残疾人等等这些人 我想是我们社会各界人士 尤其是我们佛教徒的角度来 大家帮助 所谓的帮助也并不是 你非要捐钱 非要捐物资 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方向搞定了以后 随时都有这个机会 随时都是 自己看见一个可怜的人的时候 要想帮助他的意念 有了这个意念 大家也是会清楚 以前我们很多生活 可能没有关心 没有关心的话 觉得别人的这种痛苦 就是别人的事情 活该 别人他自己 没有好好行持善法 让他行持善法就可以了 不要管他了 我们很多佛教徒 也是这种态度 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应该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这样下去 应该说在这个世间当中 大家都认为 佛教真正是很慈悲的 原来在东北有个地方 有一家人本来不信佛教的 但后来他们家里面有一些病人 病人没有钱看病 后来有一群居士 他们大家住职起来 帮助他们看病 结果这个病好了 这一家人 非常的感谢这一群居士 他们逐渐逐渐觉得 佛教并不是口头上说的慈悲 实际上真的是 当我们遇到最困难 最痛苦的时候 会帮助我们 后来他们一家人也是皈依信佛了 所以我想 我们佛教徒应该在这方面 可能以后做一些工作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在座的那么多居士 一年当中 大家熟悉的几个居士 包括我们菩提学会的有些道友 那么一年当中 或者一个月当中 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不一定做得特别大 当然现在世间上的一些 吉尔别茨还有巴菲特等等 有很多慈善家他们两百多亿美元 三百多亿美元 捐给社会做贡献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福报很大 非常不错的 但是没有这个福报 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从自己的内心当中 要想帮助别人 这一颗心 我觉得是非常的珍贵 如果我们真的帮这些众生 暂时让他离开了一切痛苦 究竟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这样的心态来摄持 这也是一种菩提心的表现 所以今天我也是这样想 我们在座的各位 大家应该共同有一种 对所有的众生 对人类都有一种感恩之情 应该把自己的爱心 这个悲心奉献给社会 一定要做有一点事情 所以以前山西 山西有一些出家的离宗 出家的离宗 他们就发愿建一个学校 慈爱学校 刚开始要建学校的时候 很多社会上的人对他们有毁谤 觉得这些离宗天天跑来跑去 自己没有好好念经 世间的这些事情 他们都不应该做 不应该参与 很多人都有这种说法 但后来真的是 他们对很多可怜的孤儿 很多贫穷的学生 着急起来帮助他们读书 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这个佛教真的是非常的慈爱 然后那个时候 对真正佛教的精神有了认可 前一段时间 你们也知道 李莲记 他当时开了一个发布会 中间他说 每一个人应该捐一块钱 奉献社会 很多人对他有各种说法 说他自己非常有钱的 然后他自己不献 为什么向社会要钱啊 还有些人认为 他那样出名的人很丢脸 不应该这样说 但是也有一部分评论家认为 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有一定的名声 地位 再加上在世间当中 有一定的影响力 如果他这样说 很多人觉得在这方面会考虑 有些人认为 他很了不起 他不顾自己丢脸 开这样的口 这样出头露面 很多人对这个方面会关心 有各种说法 我认为真的 世间当中的一些明星 个星 还有一些富翁 他们对慈善事业方面比较关心 很多包括上海和一些别的地方 根本不信佛教的有些老众 他们都是对慈善 和有些学校意愿 蛮关心的 很有兴趣 可是往往佛教的一些高僧大德 以及大居士 始终都是觉得 我要修行的话 我自己要成就 我自己受一个大的菩萨 我在他面前祈愿 赐给我自己一个席地 马上获得成就 或者说我把所有的钱 供养我自己的根本上师 根本上师买一个房子 让他好好舒舒服服地坐在里面 这就是我的福报 很多人是这样想 不然这样做 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也许你有信心 你的财产 你怎么处理都可以 但我觉得 现在我们对个人的关系 尤其是有钱的 有地位的人面前 你供养多少都是 对他来讲 也许是可能不在乎的 你非常有钱的一个上师面前 你供养一百块钱 也许这个上师是一个善知识 那么有功德 这是应该这样说的 但是一个可怜的人 有一个非常贫穷的人 面前我供养 或者布施一百块钱 那他一辈子当中 也是不会忘的 这一点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 可能也是在自己一生的经历来 也可以知道 以前是比较贫穷的人 一辈子当中知道 就是自己贫穷 贫寒的生活 来衡量自己的 前一段时间我在藏地 也是找了一些大学生 帮助他们的学费 后来我跟他们也讲了 我们帮助你们 并不是为了你们 将来有个很好的家庭 找到一个很好的对象 不是这个目的 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帮助你们 未来在这个时代当中 肯定会有很多可怜的人 那么当你们可怜的时候 我们佛教徒是以佛教徒的名义来帮助过你 那么你将来 一旦有能力 一旦有智慧的时候 一定要你的爱心 奉献给社会 一定要你的不爱 关爱的心 一定要献给我们 世间当中的一些可怜人 当时我的想法 内心当中也的的确确这样想的 我们很多的钱财也好 不管是个人也好 其他的钱财 也乃至不易 应该用在有用的地方 不应该把它浪费了 没有这个意义的 我们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应该说是 用在一个佛教的事业 那么佛教的事业 也是对众生有关心的 真正能解决众生的痛苦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好 有一个世间 好像天津的吧 有一个老年人 大概是七十多岁 他是什么样呢 他是登三轮车 他一辈子当中积了三十五万 后来他这样说的 我这个钱如果留给子孙 也没有用 我把这个全部捐给教义 教义事业 然后他就收养了三百多学生 他的很多有些亲戚 有点不理解 但不理解也是觉得 他认为这样做是对他的来世 对他的精神有利益 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那么我们用发菩提心来摄持 然后帮助世间的这些众生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因此我今天在这里 也是大概我的想法给大家说明一下 希望你们觉得有意义的话 以后也是在这方面 主要是你们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经常关心 我的意思也是这样的 这是我讲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 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应该是 大家都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那么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断正的人生当中 尽量地修行佛法 的的确确是遇到佛法 我认为非常不容易 因为你们这样的城市当中 在这样的人群里面 遇到了像如意宝一样的佛法 对我们前世的一种果报 也就是说 多生累积当中 积累资粮的佛报展现的 否则真的是 遇不到这么好的佛法 我自己也是 始终都是这样觉得 即生当中遇到了 这么好的大乘佛法 这就是我的一种荣幸 自己始终都是 的的确确有这样的心 那么我们遇到佛法以后 大家也是不要留在口头上 今年也是这种境界 明年也是这种境界 千万不要 大家首先一定要学习佛法 学习佛法之后 再三地去思维 思维以后 还要去修行 如果没有修行 那么佛法 光是理解 光了解 而没有行持 当你的烦恼现前的时候 是非常难以对治 修持就像《善主妖达令》里面 所讲的那样 出离心 菩提心 空心智慧 这三者是趋不可少的 密宗也是这样的 显宗也是这样的 各教各派的高僧大德们 虽然说法不同 但是究竟的观点 应该说是理直的 首先我们要学习佛法 大家不要 希求即生当中的快乐 求佛报 求平安 当然作为世间人 很多人可能搞声音的人 想声音心 然后搞其他任何事情的人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健康好 家里平安好 有这种连投 这也是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 我们这样希求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会获得它的效果 这一点也是会获得的 但是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出离心 出离心就是说 我这样的学习佛法 并不是为了即生当中快乐 也并不是为了来世的快乐 整个三界轮回就像苦海一样 不超离痛苦的 那么这个痛苦的苦海当中让我获得解脱 唯一依靠解脱的心 就像一个监狱里面想获得十方的那种心态 叫做出离心 这样的出离心 要断除世间法的心 什么叫世间法啊 我们有些人求名称 求地位 求财产等等 这些法就是为了尽世 为了尽世而求佛报 其实这个不是很真正的修行人 所以说要断除世间法 要希求出离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发菩提心 大家要知道 什么叫做菩提心 就是我刚才的解脱 并不是我自己获得一个解脱 自己单独获得解脱 这是小乘的一种修法 让所有天边无际的众生 获得无上圆满正能觉的果位 我也是为了让众生获得解脱而修行佛法 发这样一个心 那么发这个心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遣除自私自利的心 如果自私自利的心非常强烈 我的解脱 我的精神 我的来世 那么这种大乘的解脱是很困难的 因此大家要发菩提心 遣除自私自利的心 那么第三个 也就是说 相续当中要生起无恶的智慧 无恶的智慧当然以中观的方式来 断除自相续的 所谓的我和我所的执著 然后以大圆满的这种方式 认识自己的心的本来面目 断除我和我所的一切执著 那么这种断除执著的方式 是在大乘的经典 论典当中都有的 密宗的续部里面和 窍诀书里面都有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有些各位 也是学佛很多年了 大家学得也是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我们学习《入行论》的话 我觉得上海学的是 应该在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当中 你们学得是最好的 这一点我今天在这里 也是非常的感谢 不管是你们做作业也好 平时学习很多方面的态度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有些管理人员 也是一直赞叹你们 所以这一点 我是今天特别地要赞叹你们 也非常感谢 本来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因为学习不学习 对我来讲 全规各地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正在学习 未来也许学习 也许不学习 这也是所谓的弘扬佛法 随着因缘而转的 我们不可能强迫任何人的 但是你们学了以后 很多人可能以前根本不知道佛法 现在从中得到了 知道了一些 以前天天都是东跑西跑 现在好像人已经稳固下来了 真正要学到一点 这是自己去实修有 有这样的念头 这也是一种好事 我想通过学习 断除自相续当中的实有的执著 如果我们的执著没有断除 那么所谓的解脱 绝对不可能 因此这叫做无二会 当然具体详细要讲的话 那内容就比较多了 我今天因为世间关心 具体怎么样讲 这个道理也不广说 但是在这里要强调 这几件事情当中 要发出离心 发菩提心 无二智慧 这三种心必须要一个善良的人格 现在我们很多人 修行人 我觉得人变好了 为什么呢 互相嫉妒心 互相竞争心 好多都减少多了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对这个上师嫉妒 对那个上师嫉妒 弟子与弟子之间 宗派与宗派之间 有很多不合的地方 那这不是佛教徒的行为 世间当中也是现在大家国家与国家之间 人类与人类之间 都弄得非常地和睦 那么我们佛教徒 尤其是大乘佛教徒 应该关心融洽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看来大家都非常地不错 所以刚才这三个妖诀一定要实修 要实修者 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才可以学佛 如果连人都做不好 那学佛就更没有办法谈的 因此我们非常地希望 各位导友短暂的人生当中 真正地要去心底下一点功夫 要做一点实修 没有这样的实修 口口声声都是讲的佛法 但实际上一点都没有行事的话 恐怕你们大城市里面也是 天天都是忙着 你什么时候能忙完啊 这是没办法的 世间法每天做的也是戒念不断 此起彼伏 所以大家每天的时间当中 自己也应该空出一点点的时间 来实修 来学习佛法 如果学习佛法 我是自己这样认为的 因为在整个世间当中 所有的享受当中 真的学习佛法的享受 是最至高无上的 我们现在这种年龄的人应该 平常世间当中的痛苦快乐高兴 以及财富什么样的味道 基本上都品尝过 我想你们这里有些年龄的人 也是世间当中的 好吃的 不好吃的 快乐的 痛苦的 富裕 贫穷 什么样的事情 可能是经历过的 但是现在世间上的财富 名声 这些真的越享受越麻烦 没有什么可知的 羡慕的 其他世间当中的一些 人们所希求的这些境界 也没有什么可希求的 应该说我们获得了一个佛教的调伏自相续 调整自己的心 这一点是非常的需要 社会也需要 个人也需要 我们的未来也是需要这样的佛法调整心态 这种调整法在世间当中的 任何一个学问当中也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佛教徒有时候这样觉得 我们面对生老死病的时候是非常坦然 很快乐的 当你生病也好 当你死的时候 大家佛教徒是有把握的 其他世间上不是这样的 世间上再怎么样出名的人 再有智慧的人 真正他生病了 他最后死的时候是怎么样害怕 如何恐怖 大家都应该清楚的 可我们佛教徒 人类最害怕的 最痛苦的这些事情 我们都有面对的勇气和能力 所以佛教的至高无上不用多说 应该在我们实际的行动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对你们个人来讲 我觉得所有的获得当中 佛法的获得应该说是最无上的 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修行漫长的道路上不要退转 不要倒下去 要倒下去 那一举不准 最后谁也没办法救护你 不可救药了 非常可怕 虽然修行的这一条路 不是那么好走的 尤其是你们作为在家人 有工作 有事业 有家庭 有很多方方面面的烦恼 还有家里面的很多人 不同意要秘密地学 天天都是悄悄地欺骗家人 今天你们很多人 也可能欺骗了单位 欺骗了很多人 我今天下午有事 我的朋友病了 我家里面出了什么事 我外面去旅游去 跟自己的领导 父母都骗了 这样的欺骗也是开许的 为了求佛法而说方便妄语 其实这也是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学佛真的是不容易 这么多的压力当中还要坚强 那这样的话我在学院的时候我经常也给他们说了 我说你们出家人现在在寂静地方 学习佛法各方面的顺缘都已经具足了 谁也没有人干涉你 不管是你的感情上 生活上 工作上 很多都基本上已经放弃了 放弃以后你一心一意地在寂静山学佛 应该说是很容易 刚开始你们出家人很了不起 要放下这些是很不容易 现在你放下完了以后 在山里面天天学你的佛就没有人干涉 很方便 可是城市里面的人我都经常也接触 接触过后我就有时候真的非常羡慕 像这样的环境当中还有面对的勇气和毅力 真的非常了不起 我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想在座的人虽然有困难 这个困难是肯定有的 我做任何一件事情 就有困难而放下去 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以后困难再大 违缘再多 障碍罪 怎么样大家不要退失信心 佛法在我们世间当中 真的是至高无上的智慧教育 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个别人这样承认的 世间上应该是有智慧人 共认的 所以说今天也很高兴大家共同 我们分享佛法方面的有些道理 我想 我也是通过你们的信心 通过你们的微笑 通过你们的表示方法 自己从内心当中也是 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我们以后 也是大家共同发愿 发愿很重要的 现在有些学佛的人 只是理论比较重视 发愿 受戒律 这些都不重视 这说明他们不懂得佛教的一些真理 这种做法实在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 大家要做到什么呢 发愿 发愿的时候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想到 我从现在开始 乃至生生世世 不离开三宝 不害任何众生 要皈依上师三宝 应该这样来发心 接下来过后 我们有一些 包括南京的有些道友 还有其他的可能有些道友 来做法供养 祝您一切 佛无杀 三世八身佛自伴 既主 应尽我心里 尽荡一教列宣说 去如我自立一堂 此闻未宣其作 无故事 云乎一副三教 去如为感念你 谈把父母 心里得三生长 善愿等我 吐血的等身体 倘若今生你为伴 后世真的此圆满 犹如湖云 半夜中 刹那三天几名调 如是因果为特地 誓愿赞梦求福音 一世三心 恒美若贼 此为天子 皆情最饶满 如两种真意与此 顺利能获最深的 与别善悠 该看不及主 又情终不安及乎其心 既可得民族佛子 世界人殿与其心 犹如最深夜尽了 都生意情及正规 其中古道 不及心术很胜伯 非经不经反正报 如人虽犯其中罪 然亦勇识得诸位 若有树林结果者为罪 他们所修的无家行 比如说像我是心学的话 应该是怎么样入门 先怎么做一步一步的 我是这样想的 刚心入门的时候 先暂时学习《大圆门前行》 《入菩萨行论》 《菩提道次第论》 基本上一些基础的佛法学习 当然如果有时间修假行的话 因为修无家行 实际上佛法真正的基础 如果修了假行 说明这个人很诚恳地去学 为什么这么讲呢 诡异 发心 忏悔 供满茶 上师瑜伽 每一行对我们学乎者来讲 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关键是看他愿不愿意修 而且修得成不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那么五十万假行全部圆满 说明他愿意诡异 愿意发心 愿意忏悔 愿意积累资粮 愿意修上师瑜伽 因此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也是一种考虑 也是一种自己的精湛 极致的 非常殊胜的机会和方便 所以一般来讲 学习佛法的人 最好是五十万假行圆满 如果五十万假行圆满 真的自己在相续当中的很多罪业也清净 所正当的境界也会通达的 尚师你好 我想问 问题是 五千行圆满如何在行住坐卧中 就是结合行住坐卧来就是 你也知道 这边 所有的五千十万大远 十万大远包括在五千海底下 那么五千天满里面的 所有的这些远 真正要实现的法 一定不算一样才实现的 因为我们现在一尘叉有未成熟的佛 在每一个佛面前我们恭敬 顶礼 忏悔 这是作为我们现在的数学者来讲 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以前我们的上师也再三讲过 所有《普贤心愿品》的这些内容可以包括两个 第一是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那么我们行住坐卧当中 就像我要帮助一切天下的众生 我要尽心尽力地弘扬释迦牟尼佛的殊胜教法 你的行住坐卧当中 始终不离开这样的心态 我觉得《普贤心愿品》的所有的这些导愿 在行住坐卧当中 能身体立行 我们现在发了菩提心 别人如果让我们帮他忙的话 是不是所有的忙都要忙啊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要帮别人的忙 可能是看看真正对众生有利 没有利益 然后根据自己的力量来承拔 有些别人他的要求 也不一定真正对他有利的 然后你在行持菩萨戒当中也可能会违约 或者耽误你的修行 在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适当地选择 如果你自己也各方面的能力 朝见 宁愿聚合 只要对别人有帮助 一定要去帮 因为我们看过释迦牟尼佛的广传 里面的有些感染事迹 应该说是我们大乘佛教徒值得消防 师父 我许佛的时候 我老公一直反对 有什么办法 不让他反对呢 我们学佛的时候 可能家人不理解的 然后家人反对的这种现象 可能很多人都有 我想是原则上最好不要放弃 自己学佛的忆念 有些家人反对了 亲戚朋友反对了以后 马上放下 一直随顺他 这种做法是不好的 但是另一方面 也应该要一个方便方法 平时随顺他 要听他的话 那么有时候在关键的问题上 应该自己不能退转 不能退转 久而久之 很多人逐渐逐渐应该会转过来的 包括我们学校里面有些出家人 家人非常反对 刚开始反对 但日子久了以后 最后他也没有这种力气 没有这种勇气 首先他自己也是 辩执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常识在佛教徒中文里面说到 总流和艾滋病 在佛教内解决 现在科学徒陀佛在 从大根床识经济平时也好 也并不是说 所有的艾滋病 肿瘤 癌症 这些都是能解决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现在的学佛当中 应该知道 你们读过西藏读王经和 有关西藏读王经的一些事迹 西方人士现在 艾滋病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 各大医院里面实在是没办法 最后已经判死刑了 后来他们潜行学佛之后 通过自己的心理作用 最后艾滋病已经治好的事例 写得比较多 然后我们现在艾滋症和总流 那么这种病 也是佛教徒里面病的 通过学佛念佛以后 获得痊愈的 以前我在武汉的时候 有一个居士 他以前是圣鼓舞团的 他得了癌症 最后单位里面已经出来了 就觉得肯定没办法的 以前唱歌的 声音应该很不错的 后来他实在没办法 最后皈依三宝 皈依三宝的当下 也就是说他的癌症完全好 一来我们在净土教养的片都片尾都是放了一些他的歌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我们佛教徒当中 真正虔诚的有些人通过自己的潜行皈依 最后自身当中的绝症也是完全治好的 这种实力是比较多的 在上师面前 曾经曾经曾经的会议上师三宝 发愿里面有一个发愿是 愿深深世事不理十方 上师诸佛佛洒 愿深深世事不理成成大根本上师 那这个深深世事有什么意义 具体什么意思啊 那我们如果有一些是由净土发愿 今生今世临终之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以后不愿意再轮回了 那这个深深世不是有点香味吗 请上师开始 谢谢 觉得香味的时候也要欢迎啊 哈哈哈哈 哈哈 难道不是香味吗 大家有时知道 不香味 因为我们愿深深世事 不离开上师三宝的话 比如说我一直的上师 我们这样发愿 当我成佛的时候 也成为他的补助 什么叫补助呢 我们莲花生大师的上面 也有一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以前莲花生大师 也是这样发愿 一直善知识的时候 当我成佛的时候 你也变成我佛陀上面的佛尊 所以我们在上师面前 对上师有虔诚的信心的时候 一旦我获得成佛的时候 我的上师成为佛陀 但是佛陀当中 在实相当中是没有高低 但在现象上也成为我的补助 成了他的补助 那么其他的佛法 所谓的佛法是在自相续当中 就是真得的一种果位 然后僧众是大乘菩萨的境界 所以这些境界 当你成佛的时候也是不会离开的 所以我们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不离上师三宝应该从非常深奥的意义来进行解释 我就是通过学了佛陀萨行论以后 整个一个人就有很大的改变 原先和好多人一样 就是要不要离去拜拜佛 少少想 就是知道为自己求 不知道是为众生 你看上海有将近两千万的人口 其实我们学佛陀萨行的人 在两千万的人口中是占得很小的比例 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想怎么样能量 把佛陀萨行论 把我们这个佛陀萨行论的百分比 学习的人百分比上升 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 我们将近有二百八十位的人算加发生了 在这个时候我就把佛陀萨行论的一到四季课 四季课我就打印了一百分 发给了一些还没有学佛陀萨行论的人 当时不好意思 上师我没有经过你 我就这样发了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努力努法 是这样的 刚才这位技师说的也是对的 应该讲 本来我说上海学习的人也不错 别的城市比较起来 当然占得比也是很少的 但是现在的的确确也是这样的 两千万人当中 我们学习的人不太多 其实真正学习以后 可能俗佛还是有的 所以我也希望 不一定非要去参加 你们因为广盘或者说一些网上 系统地学一遍 一天两天听课肯定起不到作用的 如果你自己真的要去学 还是去参与我们有些 菩提学会的团体当中去 这样学的话 我们没有任何条件 只是你好好地学习 这一点对你们个人来讲 可能真的是有一点利益的 但是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也是这样说了 到底是对有点不好说 因为现在很多人 我传的话如何如何 就这种说法比较多 所以我也是随缘 但内心当中的的确确怎样想 因为《入弗塞行论》你们也知道 各大教派的这些道友们都在学 汉传佛教里面 各大教派的都在学 其实在印度也是这样的 藏地也是各大教派共同学习的 因此也不分什么教派 不分什么上师 只要学习 应该是对每个人 可能有一点点利益 当然我个人来讲 你们学的人越来越多 各方面的压力比较重 我本来想外面看病 好好的玩一玩 但是现在有一种压力了 我现在不能外面随便放一步 到时候我的科跟不上 多麻烦啊 前一段时间 在别的城市里面检查身体 我就默默地祈祷 千万不要让我以前也要祝愿 如果祝愿一个月 我就学习资料供不上了 结果今年也没有要求让我祝愿 所以我自己的压力的的确确 也害怕你们学的人越多 我是最害怕 但是其实你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学习 这一点也是的的确确 因为学了以后 可能有些感觉到你没有平常之前 好像别人所说的道理对自己有利无利 恐怕不好说的 因为现在这个世间当中 什么宣传都已经听惯了 所以很多人对各方面比较谨慎的 不管怎么样 大家还是共同学习吧 上师 这里有个居士 他这样问 他说 与法王如意宝结缘的众生都能往生 现在我们怎么样与法王如意宝结缘 是这样的 与法王如意宝结缘的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法王如意宝以前也是讲过 不管是他让人家在世 或者是不在世 实际上与法王结缘 往生极乐世界的手机 也就是说 法王当时要求 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 对极乐世界有虔诚的信心 往生极乐世界有兴趣 对阿弥陀佛有恭敬和信心 那么自己一心念诵 六百万以上的阿弥陀佛名号 我们汉文的 南无阿弥陀佛六百万以上 然后念金刚萨埃心咒四十万遍 那么这样的人 算是与法王结缘 所以我们有些道友 可能没有见过法王 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与法王结缘 这样自己发愿念四十万遍 金刚萨埃心咒 和六百万以上的阿弥陀佛名号 那这样以前 菩提 金刚等很多的复藏大师都说了 一定会是往生极的世界 我已尽敬神余异 一切便离其苦语 不全心愿为胜利 不全一切如来前 一生父献擦成神 一遍便离擦成佛 我已光大神结醒 神经一切善失佛 心已不全天等 最初成就不提者 我尽一切解全心 所有主众生 愿你又宽敞安乐 我的深深正法里 别出烦恼情无语 我为谷底修心 是无垢 无婆 无传宠 天龙 夜茶 酒 漢土 乃至人与非人等 所有一切众生 于心已主义而说法 今些皆同等 一切心愿同修学 所有一把人 我神之力不能忠 我能深入防身 擦住矛盾 我皆深入爱眼睛 距 Bible